在正常人士裏面,敷出來的空氣當中,一氧化氮濃度是非常低的 但如果你有敲喘的話,由於有很多白血球積聚在氣管內壁 白血球的新陳代謝就會製造出很多氧化氮 如果我們有精密的儀器可以測試到一氧化氮濃度 就可以知道敲喘的情況是怎樣 在一個小朋友四歲或以上,如果他能聽到指令 平穩地吹大約六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通過機器知道一氧化氮濃度 小朋友需要看著動畫,然後進行一氧化氮測試 測試完成,以下是一氧化氮測試的結果 示範一,這個是正常吹氣的情況 示範二,這個是低於正常吹氣的情況 示範三,這個是高於正常吹氣的情況 在開放,我們在開放市場 我們下期待有明星期視頻 和開放市場 在開放市場